新北市举办第27届爱在话中颁奖典礼 共有120位的身心障碍者是获奖 其中呢脑性麻痹患者国小慧所画的夕阳伴我归 以及天生双耳听力损伤罗敬文的作品 记忆中的味道双双获奖 新北市社会局举办爱在话中身心障碍者巡回话展颁奖典礼 由副市长刘和然颁发奖牌给120名优秀的得奖者 以及5个基优的参展单位 鼓励他们对艺术创作的热情 10月3号是我们身心障碍者日 以前听到身心障碍大家都觉得我要躲起来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勇敢地走出来 勇敢地去面对 勇敢地去告诉大家 我们只有一点点跟大家不同 我们其他跟大家一样 甚至我们那一点点不同 让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串串 展现更多的才华 动论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患有脑心麻痹的郭小慧 平时喜欢唱歌画画 也常借由画画表达心情与内心感触 这次获奖作品《夕阳伴我归》 讲述一位女孩夕阳下赶着鸭子回家 色调柔和 充满安静平和氛围 她从色彩当中 她会找到一些情绪 然后我也教她怎么用色彩 然后怎么用不同的一些材料 那她后来最喜欢的她自己比较能够掌握的就是 蜡笔画 对 她用蜡笔可以画出很多的很鲜艳的一些色彩 可以表达她心里的一些情绪啊快乐啊 或者说任何不同的感觉 15岁的罗敬文天生听力损伤 她的得奖作品《记忆中的味道》 用鸡蛋糕的香味作为主角 吸引人们目光 国小放学的时候 县门口常常会有 阿嬷在卖鸡蛋糕 然后就是会想忍不住地掏钱包去买 就是那种古早味的鸡蛋糕 然后虽然说没有现在的那个口味那么多 但是它里面还是有一点那种不同的味道这样 颁奖后 这些得奖作品将展开巡回展览 并从即日起到12月25号 在市府的四楼橱窗展出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观赏 小放学生